为了有效疏解林口街道道车流拥塞问题 交通部最新决议出炉 预计在这里文化一路和巴德路 增设南北两个扎道口 龟山林口交界处光是平日离风时段 车流量就不少 遇上上下班尖峰时间 回堵长度平均超过一公里 新北市民的塞车梦魇有解了吗 在林口AB线有两个扎道出入口 A处附近巴德路文化一路 在增设北入南出扎道 希望借由扎道口的分流 舒缓交流到车潮 这个路段确实是林口飞山 长年以来的梦魇 涉及到整个国道系统的整合 由于林口交流到附近 武阳高架桥 桃源机场捷运等高架路段 导致路线设计受险 让增设扎道工程更加复杂 目前也还在讨论阶段 预算出估超过19亿 最快明年10月才会开始招标 工程期也还要再花上两年半的时间 地方道路它的因为受到耗制的管制 被主线也产生干扰 南出的杂道能够完成以后 车辆可以很顺利的来下去交流道 减少那个主线的回堵 为有效解决林口交通打劫问题 交通部终于提出解套方案 什么时候开工 而开工后所造成的震痛期也会是一大考验 解台北综合报道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